今天我们来修一个XS 这个XS的大概内容就是这个资料上写的 他买了一个有锁的 然后256G的 他买回来之后面交完回来之后发现有问题 然后因为他面交的嘛 当场转了钱然后人家就不认账了 然后他们当地修 把原来的问题修好了 然后又出了个新问题 就是打电话没声音 然后这个机器他说的那些问题 我在这边测的都没测到 然后所有的功能都正常的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打电话是没有声音的 他这个时候啊 他所有的声音都是正常的 外放的声音都是正常的 铃声啊看视频啊微信啊什么的都OK 他就是打电话的时候就没声音 就会很卡 一打电话就会很卡 然后他在打电话的时候啊 他这个问题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你按那个音量加减 他是调不出来进度调的 就是音量加减的那个进度调 他又很延迟他才会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很卡 然后你按了以后他是没反应的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来拆机 看一下这个机器 之前上一家修的人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你们又忙拆要斑板 然后当这个机器应该是换过壳的吧 他那个电池一拉就掉了 当这个屏确实是后压屏 不是压提批的 然后屏幕确实是压盖板的屏 然后也没算骗他吧 然后现在这个板拆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板是修过的 就是他买回来之后有问题嘛 然后给他们当地修的 然后这个人修板的呢 我在我的角度现在看这个板的话 是个变形的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能不能看得出来 然后这个板也没有搞过别的 只是分过程他修那个重启什么之类的 然后修完之后打电话没声音 像这种变形的板打电话又没声音 应该是摔掉点了 然后线没飞好或者是没贴合好 应该就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然后这个板看起来的话就脏脏的 然后前面都没有贴合下去 就是一个很大的间隙 这个间隙很大 它的点都没有连上 我感觉我现在感觉我好像捡钱了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我只要把它吸脱掉重置就OK了 理论上是这样 然后现在呢 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上 我们现在来分个层 看一下这个板子具体的情况 现在已知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机器之前肯定是重启出来机 因为主板变形了 然后压过盖板 然后也换过壳 因为刚才电池很松嘛 一扣就下来了 不是原电池焦了 那就肯定是重启出来机 然后这个机器分完层之后 发现下层是没有修过的 就是有点脏脏的而已 然后上层是有掉点的 就和我想的一样 但是也是脏脏的 但是我建议各位如果刚入行同行 如果修像这种双层主板 它这种CPU边上不是有这种透明的这种胶 就很软的嘛 然后这种胶你把它分完成之后 它不是主板很热的嘛 就马上拿个刀片去把中间挑掉 就不要让这个胶全部连在一起 这种胶连在一起的话 恶心不说啊 还容易会虚焊的 就像你到时候会打焊油 然后又会贴合它 它有温度的话 它就会膨胀 就会把旁边的电容啊电阻啊给顶顶虚焊了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把它调干净 然后这个机器主要的问题就是说 它没贴合好 然后线也没飞好 这个人飞线飞的也真的是很一般嘛 比我飞的还一般 我觉得我飞线已经很一般了嘛 它比我飞线还不讲究 就直接点点上去就好了 然后线也没飞好 也没贴好 所以导致这个打电话没声音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然后其实像这种XS啊 它不是那种已经是第二代双层主板了嘛 不像X那种主板 就它下面的银角很小 然后你必须要飞线 不飞线的话不稳定了 像这种银角很大了 其实不用飞线了 然后你只要把它清理干净 然后把它刮出来 如果你刮的时候呢 像我刚才不小心 因为刮到别的地方漏头嘛 就跟它不是一组的 你要拿绿油把它封起来 不要让它串线了 然后打下组织确定没毛病 然后又挑了一下它这一排 都没有发现虚焊的 因为有些时候虽然掉点了 你能看到那种掉点了 有一些你看不到 它就可能说会虚焊 然后你要挑一挑 不然的话你没有及时发现的话 修好过一段时间 又出问题了 出现别的问题了 别人觉得你啊 你水平怎么这样啊 怎么怎么样 它就说一定要排查清楚 然后再去上点锡 然后一吹 它就会变得很饱满了嘛 因为下层等一下会直锡的 上层这个掉点的地方呢 加点锡就让它很饱满 等一下两边一贴合 它就会稳的还一样 很稳的 然后这种焊盘很大的情况下 其实不用飞线了 保证很稳 然后上层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然后为了节省时间 我现在已经贴合好了 贴合好之后呢 这个机器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所有的功能都ok 然后现在打电话呢 它是有声音的 然后打电话的同时 你按音量加和音量减的话 它会很线性 你按完它马上就出来了 就像刚才那个有一段延迟 现在打电话是有声音的 它这个机器修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把飞线的地方 没飞好的地方 重新弄一下 然后贴合好 但是这个主板是变形的 它就视频里面拍不出来 看不到那种变形的样子 那这个机器修起来很快 那贴了 电话贴了好长时间 修了20分钟 贴了两个小时 贴合 就它那种变形 它是扭曲的 它是扭曲的 就很难贴合好 然后我就很强迫症 我就一定要把它贴合好 就来来回回贴 一直贴不好 然后加热台 把后面的贴好 前面的变形的时候 用风枪去加热 把它压下去 一般都是这种贴的 然后你只要把它压下去 很完美的时候 你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定电流 要不就大电流 要不就定电流 然后又分层重新贴 分层重新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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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都值了三遍 最后我就放弃了 然后有用的地方 有用的地方我都贴好了 然后前面会有一点点小翘 那个地方不能压 一压就会大电流 或者是定电流 就会出别的问题 然后就会让它 留一点点小小的翘的 然后这个主板 变形是这么拧着的 你不做的行 你不能理解 反正就是懂得都懂 然后视频的最后 希望大家给我点赞投币 没点关注的小伙伴 帮他不做点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